今天有街坊跟我們報料投訴說 前天晚上他和朋友四個人 一起走在白雲區馬目的停車場的時候 竟然遭到飛車檔當街搶金鍊 嘩 狼啊 葵東媒體跟進 當街當巷竟然開著摩托車 開到停車場人行到搶東西 這位摩托車司機你也挺猖狂的 事犯4月5號晚上8時50分左右 廣州白雲區馬目的一個停車場 回想在事發當時的一幕 當時人段先生到現在仍然覺得相當無奈 這飛車搶劫 真的在這裡我也沒見過 有點恐怖 這段先生回憶說 自己前天晚上和三名同事 從深圳來到廣州辦事 住在白雲區馬目的一間酒店 在酒店放下行李後大約8時50分 他們就一起從酒店出來 準備到附近的地方吃飯 我們看到這邊有個肯德基 這邊可能也有餐飲 然後就走過來 走過來我們四個人也在聊天 一下子從後面冒出來一個摩托車 好像從我後面就這樣抓了一下 從事發當時的監獄看到 晚上20時58分的時候 段先生四個人走在一個露天停車場上 還有一名帶著頭盔的男子開著摩托車 突然在他們的身後 慢慢地靠近段先生 而就在靠近段先生的時候 摩托車駕駛把手伸向段先生的頸 還有加速往前開 隔壁的一名工作人員 看到這樣的情況立即上前攔尖 但可惜摩托車車速太快攔尖不到 當晚我同事剛好在這個位置 發現他剛好那個事主被人搶了 今年之後 我的同事都在這個現場幫忙去接 但因為那部車速太快 摩托車一駕就猛地穿了出去 我們還追 但是沒追唱 大概長什麼樣子看不到 因為他戴著頭盔 隨後段先生馬上報警求助 警方快趕到電槍 在查案交通之後他們才發現 原來這名摩托車男 早就已經出現在車場入面四處扶回 段先生說自己被搶的這條金鏡 年價值超過兩萬元 已經大了七八年了 現在段先生唯有希望 警方可以盡快放安 將這名飛車黨乘致預訓 希望派出所跟公安局這方面 能給我們一個 就是說給我們人民的安全 有一個保障 高階下天熱那些男士女士 戴著項鏈 穿T-shirt 基本上就盡量不要 穿T-shirt不要戴項鏈 因為預防太過暴露 不然被那些賊人乘機下手 就變了損失 靠近 穿T-shirt